好的欢迎大家今天来到那个ZKP进阶共学的开营AMA 然后今天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笑语 也是接下来就是大家共学社区的首席打杂 就有什么疑难杂症就是非技术的疑难杂症都可以问我 然后我也是那个creators共学社区的发起人 今天我们这个开营的流程会有大概十几分钟的发起人介绍 嘉宾和maintener的介绍 然后会有十几分钟的共学流程教程 就是教大家怎么用notion怎么用get up提问题 当你遇到就是你可能就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去问谁 然后就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可以得到就是比较快和完善的那种解答 然后最后再留十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开卖提问 就是像那个就是嘉宾啊 然后向那个maintener们提问 就是像今天就有那个Lemon问我 就说有没有老师或者学员在做ZKCNIC和ZKEVM相关的项目 对到时候就可以开卖题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由我们的发起人团队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首先我们从Hurry开始吧 大家好 抱歉我今天有点吵 因为我们今天过来 夏天还需要找房子 所以就找了一个地方 大家去做这个开卖 我个人的话是 38年就是进外卖队 在这个时候开卖吧 然后从18年开始 在做一个科技的时候 喜欢这种学习的活动 然后从去年十二分开始 然后才接触到这个 这些 因为郭老师在台上做一个分享 大家的支持我的微信 就体验到这个ZKCNIC这种 这种平均的思考的这种 乐趣 然后就 一直在多一点去看 这种平均的 这种平均的 然后 第一期 我觉得还 有很多的朋友 对 他跟加入我们 也挺好的 所以 虽然 就是觉得还是 这些挺难的 但我们还要继续看这个 这个共同学 能做 就是第二期的 这种 共同学 然后 其实我也算一个 系列的 大家介绍的时候 就是说自己 出去 怎么吃 我觉得就是 同学 大家可以 跟我们 可以 讨论 所以 剩下 会 可能 甚至还是 一般的 我有期待 对 大家 大家 是 觉得 今天 的 其实 有空 好的 感谢那个哈瑞 然后那边 可能背景音有点大 对 然后到时候 就是我导出的时候 看怎么可以调整一下 嗯 那个 嗯 那接下来 就是 Andra Andra在吗 如果Andra没在的话 就是 那我们就留在 那个群里面 就是和大家去交流吧 他在上一期的 ZKP的共学里面 有做一个 ZK 和AA的一个项目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找他交流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Damian Hello 大家好 然后我是那个 这期的一个 工作发起人 然后也是 在第一期里面 做了一些 技术运营的工作 就是说帮大家 答疑啊 然后Github的一些 出处啊 然后包括 因为我也是一个新手 就是上期的时候 一个纯新手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 以我为一个 共学的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风向 不能说是风向标 就是一个 你可以看这个人 他是怎么在这里面 莫怕滚打了 然后 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也被 也经常学了 灰头土脸 非常的沮丧 但是 每次我们都能通过社区 就是找到一些小伙伴 大家能去 共同解决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种 这种经历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说我也非常能够 开心 能够在第二期里面 继续和大家一起功课 这样 就每天你都会觉得 哇 怎么这么难 就是真的学不下去了 然后 当第二天 你再去看的时候 又有一些新的感悟 我觉得这种 就是未可以 无与伦比的魅力 对 然后 其实我经过上一期 我最大一个感受 就是除了技术方面 还有数学方面 最大的感受是 我不再去 畏惧去看英文的视频 我不再畏惧去 读一些英文的文章 你都放在以前的话 我如果 你如果不给我翻译软件 我是绝对不 感去读一个5000字的文章 但是经过上一期的 一些魔鬼的训练 可能每天 你都要去看那些文档 看四五个小时 就纯英文的 你就会慢慢发现 你的读英文的能力 就开始变得 就非常令人诧异 就是每天你都 你都会比 看得比昨天更快一点点 然后我觉得这种 这种经历和训练 就是 它尽管跟ZK 没有直接的相关 但是它真的非常能够 就是当你在学 有很难的东西的时候 那种那种愉悦感是 我觉得很难描述 所以说第二期 我也希望能和大家一起 就是继续这种 美妙的感觉 对对对 谢谢感谢 好 谢谢 Demian 然后我觉得Demian是一个 对还挺好的例子 他就一期的时候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中途有做过一期分享 就是ZKG对吧 然后当时他自己 就天天立FLAG 然后说我这一周 我今天看完这个 我要来给大家做分享 然后一直 对我们这期 因为有那个Bounty的支持 所以说对于分享 有了比较大力度的一个回馈 可能就是你分享一次的话 直接就回本了 所以说也是希望 我们这是供学 社区希望说的是 就是希望大家互相 对互相分享 然后能够像独行那样 就是你看懂了 教教我们呗 然后就自然会有人来教你 我觉得这种感受 是非常神奇的 对谢谢 嗯对 然后然后这一次的话 Demian那边可能有点延迟 我们俩刚有点重了 然后现在我开始说了 然后然后这一次的话 就是如果大家 有输出文章和做分享 然后我们就会有 就有Bounty 然后就是 就就我之前有去开玩笑 就是有人问我没有基础能不能来 我说如果你想尝试也可以 学到哪里算哪里 反正我们有Bounty 对用飞慢学习法 就是你给别人讲懂了 可能你就是真的懂这个知识点了 谢谢Demian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就是重磅嘉宾 我们特邀的嘉宾 然后资深的ZK专家 然后郭玉老师 可以直接跟我说一个介绍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可以可以 OK 对然后刚才Demian说的也是 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 就是就是ZK这个东西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它很简单 可能你错了 就是如果你觉得它很难 可能你仍然错了 就是它的 它就是直到我们学完之后 可能再回过头来 可能要去想一想 那这个东西到底它难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大家可以 思考来这个问题 然后带着这个疑问来进入到咱们的这次 供学的过程 然后上一次的上一期的供学 让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 我觉得我我自己还是从 这个供学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收获 就不光是知识上的 还有跟大家这个沟通过程中的 有各种各样的收获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所以说我觉得 这次供学就是我 我觉得我可以还要来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 一起学习用这个Python 去写一个Python 因为我的平时 我的主要的工作 还是偏理论一些 主要是一些论文 和一些最新的这些 ZGSNARG这些技术 在这个供学过程中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现在最新的一个进展 和 和虽然我们写的是一个Toy 但是 但是你还是从这里面 能看到很多的东西 就是说 当然 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 人有疑问 就是 我只要会写电路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去了解下面的算法呢 我直接把它当一个黑盒 可不可以呢 我觉得 我觉得 OK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可能会失去很多 很美妙的东西 就是 错过了一个很 很美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觉得稍微去看一看 去理解下面的工作原理 你会让你整个就是 对整个 包括Zenor Proof 或者是Crypto 整个这个大的方向上 有更大的 有更多的Vision的东西 然后 你可能更能了解到 这个东西的未来 它现在的瓶颈在哪里 它现在的能力边界在哪里 以及 它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什么 然后最近的两年里面呢 在这Crypto社区的推动下 Zxnark和相关的这些ZGP的技术 就是发展突飞猛进行 我基本上现在属于看论文 看不过来 就是几天看影片的话 都看不过来 它现在的这个创新的速度 所以说是一个 这本身也就是一个 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领域 特别是Plunk 因为Zxnark 我们知道有很多这种算法 但Plunk算法是里面 一个比较特殊的算法 就是它的诞生是来源于 社区很多人的贡献 但虽然是有 有几个Corester 然后他们最早的提出来 这个算法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 有很多的社区的人去贡献 包括现在的 它的很多的实现 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Plunk它的定制化 定制性的特别强 也是现在来做ZKEVM的一个 关键的技术 所以说我觉得通过看Plunk的话 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对 所以说也非常期待 在接下来的工学过程 能够跟大家一起去 去学习 因为这里面的细节还是挺多的 但是也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 非常非常有趣的点 对 然后行 那我这边的介绍完了 感谢国瑜老师 我这边听着呢 然后国瑜老师是特别nice的人 然后他说即便大家问 可能很小白的问题 对他来说 也可能就是一个 跳出兔子洞的一个 就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就是先找XGPT老师 然后再找国瑜老师 可以的 All right 就我觉得大家都讨论 可能是非常会非常好效果 就是在群里讨论 在Github上讨论 然后提出自己的问题 然后思考这些问题 这个过程会极大的加速 这个学习的 就会降低 降低学习难度 对一点点小建议 对 感谢国瑜老师 就是如果大家有具体的问题 抛出来的话 对 国瑜老师是很乐意为大家解答的 我们可以每一周 office hour见 国瑜老师说他都会在 在一般都在 在试了 那我看到安卓上来了 你方便开麦吗 好 那我们又错过了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嘉宾 但是因为时差原因的话 他没有办法现在上来 就是周琪博士 然后可以哈瑞代为介绍一下 也是我们这一次的邦体赞助商 赞助方 OK 对 周博士来不了 然后我就去帮他介绍一下 就我这边只有一个 但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还是挺少 可能这个这样 区块链不可能三角一样 就是一个人能能做时间去搞这些事情 就是 那一般就只能说找找几个 所以说我就在 在各方面我觉得做得很好 然后他现在就是在做这个项目叫EKGStory 我念一下他这个介绍吧 就是这个EKGStory 就是基于以太坊的一个 利用数据可用技术的 就是大家常说DA 一个存储的二层网络 然后他们呢 也是第一个获得 以太坊L2的生态基金支持的 一个存储类的 GoApp项目 然后就是一般的EKMRO GoApp都通过气压证明 或者正经验证明 来证明 内下就算正经验 EKGStory 他们是用了 就是GKD的 联系证明技术来保证 这面下的这个节点 有足够的这个数据副本 然后并且 面上的用户呢 这个可以对应上这些HP 然后也可以说非常高效 能被以太坊L1的 合约进行验证 然后另外他们还支持 你用这个合约 或者说直接用RPC 做这些GLD 就是数据的 经常改革操作 就可以比较好的 支持一些 目前以太坊支持不了 一些比较有利息的应用 比如说一些全面的NFT 去电话网站 社交网络等等 他们 这个 3ARFA的测试网 大概会 在上半年就上线了 当然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去用一种 对这个就是 我替周博士介绍 大家也不用就是遗憾 然后在 下一周周六的 Office Over上面 然后周博士会给大家分享 就是Pathon的一个写 写电路 写那个 图圆曲线 和那个 有限域的 那个代码的实践案例 就会给大家 带大家实操 然后再进行Office Over 对 谢谢Harry的介绍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想请 就是社区的Maintainer来介绍 然后社区的Maintainer 担任的职能 就是当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群里面 活跃的为大家 借大家疑惑 以及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有好的项目 他也会带领和推动 大家一起去产出 那个就是 我们一期的活跃恐怖分子 读星 然后可以就是 开麦介绍一下自己 让大家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本身呢 因为之前也是看那个JK的论文 是属于看JK的论文 看到崩溃的 直观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里面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概念 然后那些概念 我们是全部不认识的 然后本身的话 JK的那个方向也特别特别多 我当时是看到特别公愤 心情是直接扎了的 然后后面是非常有幸 然后就是在社区里面和大家一起学习 然后也有很多很多老师的帮助下 我就感觉自己成长和之前自己看的时候 速度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自己在闷头看的时候 你一个是心态的问题 因为怎么说呢 我们经常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因为有特别特别多的东西 我们不认识 然后我们就心态会很崩溃 会觉得自己很蠢 但是的话 如果说你的问题 然后大家一起来的话 有那个氛围的话 一个是你心态 心态上会比自己单独看会好很多 然后的话也有像过于老师 周七博士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小伙伴的讨论的话 这个就是学习的氛围就会很好 所以就是还是特别感谢遇见大家 然后的话我个人的话 目前的话比较了解多的一点 可能是一些偏底下的一些东西 可能就是对一些曲线参数 因为之前也有写过一些 椭圆曲线参数 可能你得认为它曲线安全强度不够了 换个另外一个曲线参数之类的 不过这个其实对ZKB来说不重要 因为这些基本上都会固定好了的 可能但是我都可能对这些了解一点点 然后的话就是对基础的密码学可能有一点点 然后本身的话写代码的时间也不太长 大概是去年才开始写代码 一开始是写go 然后后面写ros的 然后现在C++也有在写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 因为现在那个不管是ZK还是AI这边 ZK的话您这是证明这一块的话 因为它有大量的那个计算嘛 所以可能也会研究一下那个 呃 易购编程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呃 并行编程 就是比如说Huda这些可能也会手往那里面生 但是可能也都因为也都接触的时间都不太长 嗯 可能大家嗯 大致介绍就是这样子 嗯 希望能够大家跟大家一起学习 也希望大家能够 做做指点 好的好的 感谢独行 然后对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经常就是QQ独行 然后对跟他说你看懂了 给咱讲一讲 嗯 然后接下来是Cheer Up 然后他呢就是应该今天在火车上 他不方便开麦 诶 然后我我替他介绍一下 然后他有发给我一段他自我介绍 然后打在了那个聊天区 就他是OK的供链开发工程师 然后最近在研究ZKDEX 然后也是一边学习理论一边搞工程 然后如果大家对ZKCynic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找他交流 然后这一次是想通过共学加深对Planck的理解 嗯 好 谢谢Cheer Up 接下来呢就是小雪 方便开麦吗 方便方便 可能有一点点吵我这边 还好还好 我 我 我是这个完全的小白 我的工作主要是 可能跟图论 还有计算几何相关的 然后是之前朋友给我推的这个共学的链接 然后我看了一下 然后感觉还挺感兴趣的 所以第一期就参加了 但是第一期就学到第四节课的时候 然后第三节课讲那个椭圆曲线 然后我就去百度了一下 从椭圆曲线就发现里面的概念 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去百度就发现全都我不太理解 然后就开始去看那个 那个数论的那个帖子 然后 然后后面就 自己自控也不强了就没有跟上那个第一期的课程 然后 但现在这一期呢 我是想就是能够努力一点把第一期的也捡起来 然后第二期也经历在跟上吧 然后目前那个至少到现在椭圆曲线 能够看得懂 然后 那我在这个群里面可能就是最小白的小白了 后面都向大家多多学习 我介绍就到这里了 好 感谢小雪的那个牵势的介绍 一上来我是完全的小白 你让那你让其他人怎么想 就完全的完全的小白 确实是 确实是因为之前也没都没接触过那个区块链什么的 对 确实是一点 但是我是看到那个 嗯 就是哈密尔顿华的那个明知识证明 我就觉得特别 就就觉得很神奇 是感觉很有意思 然后我还把这个分享给了 我我的同事们 因为我们我们主要也 同事们也都是没有 是这个领域的嘛 主要是计算几个这方面的 反正我还是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所以还是有动力去学下去 好 好感谢小雪 然后希望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大家也可以跟他多多交流 嗯 嗯 接下来呢 就是那个 Daniel 嗯 也是这一次去 亲迈参加了ZKP Hacker House的小伙伴 啊 哈喽 能听见 啊 对啊 我是Daniel 然后那个 我之前也是没怎么接触过ZK的东西 从上期的共学开始学起 然后感觉那个呃 就是就是真的是挺难的 就是感觉应该是我印象中 应该是在web3里面呃 就是也是比较难 算是比较难 在区块链里面算是比较难的一个一个领域了 然后他有很多的数学知识 然后反正就是就是那真的很难 就我以前搞算法的我都觉得难 然后然后那个 但是但是第一期也算是勉强就是跟下来的吧 就是至少大块上的东西 这个这个流程是是大概都知道的 然后可能细节上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挖透 然后那个呃 这次的话就是也也来 请问今天参加Hacker House的感觉 就是周围都是大佬 然后大家的项目可能也听不太懂 然后尤其是还还有一些那个那个 一些老外的大佬 就是就本来本来CK就听不太懂 然后再加英文就更都不懂了 反正就是就是在这边挣扎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也有在做一些项目 就是在做个项目 然后呃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呃 这个绞尽脑汁在在看各种的东西 然后现在也算有点方向了 就包括跟很多人交流 所以感觉挺神奇的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呃就就 也不知道该做啥 后来就慢慢的碰出来一些一些思路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也过来这边第二期的这个 感觉这个就是要要更偏向那个实际的开发一点嘛 就是这一期嗯可能大家嗯就是就是理论实践相结合吧 第一期和第二期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因为因为就像郭伟老师说的就是那个好像如果你 你你在用你用zk的话用那个什么snark gs或者什么就可能你也不需要知道你只要会电路然后合约有就行了 但是但是就是你你就是如果你懂那个底下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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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的生成的过程的话就是你对这个你做的事情会更清楚一点 就包括你可能在实操中遇到一些问题你可能也能大概推算出来它是什么产生的怎么产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嗯第二期和第一期结合着学是挺好的就是 那个呃基本上就这样然后我的话嗯反正反正水平有限吧就是那个主要那个帮大家就是那个呃呃就回回答一些高深的问题可能也回答不了主要就是一打打为主对对那个和大家共同学习 然后那个python的话我之前就就可能用了几年就就应该还行所以说就是就是大概是这样就就就跟大家一起学习吧嗯嗯嗯好的感谢丹尼他之前的技术账是 就是那个AI算法嗯然后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嗯maintainer就是cj大佬然后我也把他的介绍发到了那个聊天区因为他现在来不了刚从清脉回成都嗯他是博卡生态项目方的cto然后提倡大家第三次共学stark然后第四次共学进阶用rust去写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找他交流切磋一下然后他是写rust嗯然后然后最后一个我们的那个maintainerpo在吗 哦在好好好嗯嗯那我我先说一下第一期共学的一个感受吧就是真的是那个郭伟老师非常的详细包括经常手写RYCS之类的然后包括周济博士会提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quiz包括像独行还有demand他们都非常的热心所以也是这些也是嗯就是 提供我去参加第二期然后第一期的话当时主要是经常会写一些作业让周济老师P格然后然后所以第二期的话就是想进一步的去学习吧然后增强这方面的一些了解然后如果如果说有一些好的想法的话呢也希望和大家一起去做 然后我我之前的话就是流体力学方面的博士然后现在是转的这个去块链然后这个目前的话是和我的小伙伴呐在做Bitcoin 相关的相关的Marketplace相关的那些工作嗯好好谢谢大家好的感谢po他说他之前是流体力学的博士然后现在转的转码 就在数学物理这一块的理论知识应该是很扎实的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问po然后嗯就是发在github上面的话就是我们也会同步到同步到那个maintainer那边去就希望就尽可能的给大家及时的回复然后刚刚一直在漏掉的那个andrew 我们的发起人andrew hello我在了哦对就是做UK和AA项目的andrew对上来了他自己来做一个介绍吧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刚从那个清卖回国然后我手机和手机号都换了就本来其实我我是也是八点进来我发现我那个腾讯会议啥都没下载然后还要重新注册什么然后就是一进来就发现已经聊已经就聊到后面几个人了然后但我觉得就是呃 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很有意义吧然后我个人也对这个对很感兴趣所以我也愿意去分享一下就我个人的看法呃因为我我自己就首先简简简单出来我自己的那个background我自己原来是呃本科是学数学然后研究生是做强化学习后面呃后面的就业是在金融机构做量化和那个风控 然后后面转到defi的这样然后去年开始接触到的k的东西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就是跟我之前的那个知识结构其实差异还挺大的因为我之前可能更偏就是就理论方面有更偏统计学那些东西然后呃接触的k以后我发现的k是涉及很多那个呃抽象代数的东西 所以就这这这些我也在学包括就是嗯k的底层的开发它涉及到呃涉及到的像rust之类的那些也不是我很熟悉的东西因为我之前做策略可能更测动的是金融逻辑和数理逻辑的东西 所以这些这些东西我都在学然后我也发现就是虽然虽然这些东西其实从呃从切入的切入的点来说它是比较比较狭窄的然后以及说他对这个东西了解深度要求也挺高但有很多人在学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社区还是能够能够大家一起互相帮助去学下去包括就呃就我也就我自己 也也也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所以像比如说像呃理论层面的一些代数的东西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我们也可以一起学包括像呃一些底层的那个vk的一些呃package之类的也可以我觉得就工程方面也可以从那个角度切入去学然后我也是很愿意呃参与进来的就也谈不上的 就是就是能提供什么帮助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学习这个的过程中然后像就是像项目方面探索我觉得就是呃我我倾向于就是结合一些热点的东西吧比如说像就现在大家都很关注那个呃呃区块链的mass adoption那然后就有什么抽象账户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这块呃反正就什么东西热都可以跟zk结合去尝试一下做一做 然后这方面有兴趣我们也就是大家也可以一起探索对主要就是这样 嗯嗯好的谢谢安主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他在做的项目的话也可以就是去看看他的getup 或是在那个群里面呃就是去找他交流嗯然后就是如果嗯在 co 嗯 如果大家在共学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把你的问题po到那个GitHub Discussion上面 然后把链接发回群里面去add 带有maintainer字样的小伙伴 对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做项目产出的话 也可以寻求就是maintainer的帮助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共学日程的操作 共学日程的介绍和操作的说明 然后首先就是可以郭宇老师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四周的一个那个共学的流程 嗯OK 对我们主要是分四周 然后四周也是考虑到就是 这个时间段是比较适合做共学的 然后可能大家在每周里面可能要准备有足够的时间投入 啊然后呢然后我们主步是因为他这个代码里面是有些空格的 就是有些空白我们需要把他这个代码给填起来 那可能在前一两周的时候 可能嗯会要熟悉他整个代码里面的这些基本的操作 就是这个可能是要花点时间的 所以说我们在呃大概的时间安排上分了四周 就是按照就是他这个代码仓库里面给的提示 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这样去安排 但是啊具体的可能还会有些细微的调整 这个也是看大家共学的进度啊 但是总体上我希望是能够在四周内把它完成 啊然后它里面当然是这个里面会有一些 主要是看细节有是有一些细节的 然后啊如果是做的比较快的同学可以再做一些扩展 因为同学上很多扩展算法 然后基本上我们是按照四周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周我们重点关注它那个setup过程的 嗯功能去给的补全 然后啊setup就是它里面啊 基本上是设计的推演曲员的基本操作啊 多样是承诺的基本操作 然后第二周可能就是会呃略微陡峭一点 就是要看嗯把plunk的协议先啊先这么看下来 就是可能也不需要理解的特别深 但是就是要需要去手动的去做做这个prover 然后嗯然后分为五个run的 然后第一二周做两个run子 第三周做三个run子但是可能也不一定划分的这么清晰啊 嗯所以说当prover做完之后 基本上我认为嗯 你对这个协议基本上会能有很深刻的印象 嗯然后但可能还有些疑问 就是就是有些地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不那么做 可能还会有很多疑问 所以说带着这个疑问做第四周 就是把它最后那个very far做完 然后整个流程全部跑通 对大概我们就是计划在四周内做完 就说实话这个是有一些挑战的 嗯但是我觉得嗯脱胎场可能效果会更差一些 就是可能效果不太好 但是我们我觉得大家一起加油 就是嗯一起写 我也会跟着一起去写这个东西 对啊 基本上这是我们的我们的一个计划 然后每周还会有office hour 有定期的分享 然后如果这个过程中 嗯大家普遍反映说呢 某一块 Winplunk协议的某一块不是很理解的情况下 就是我也可以组织和其他的 嗯这个一起参与工学的同事们一起 咱们一起去组织一些额外的讨论 去把里面的一些点可以在 在就是讨论清楚 OK这是大概我们现在的一个初步计划吧 嗯好的感谢某一老师 然后关于偶外的讨论 其实有时候大家如果遇到一些问题 就我们经常会在群里面接龙 就每一期的office hour 然后或者嘉宾的分享 我们都会接龙大家的问题 然后如果群里面反馈 就大家的问题有些是共性的 然后在现阶段遇到的 可能想要去集中去解决的 那我们可以针对大家的需求去做 就是某一老师刚刚说的额外的讨论 就我们共识的整个氛围 还是挺挺挺人性化的 嗯嗯好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投屏一下 我这边就是关于notion的使用 可能有一些人不太熟悉 大家能看见我的投屏哈 嗯然后嗯我我我这边 其实就有一个页面 然后在在串这个流程 然后我是放在了这个 就ZKP这个日历的 这个进阶里面的点开 它就是一个配置 然后会是从右边这样出来 哎呦不小心点到了最大话 好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 这个公学社区的那个首页里面呢 就是它会有很多的链接的跳转这里 然后这边是builder的页面 也就是大家的一些信息 我都会录入在这里面 然后像我们的老师的信息 然后还有maintener的信息 然后还有一些特邀的技术嘉宾的信息 都会放在这里 然后大家都会有标签 以及在他们的那个属性里面 也都会有介绍 然后有一些可能会放GitHub的链接 如果没放的我之后去补一下 对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互相认识 然后有人不是问就是说 可能有不有ZKEVM相关的 你可以就搜关键字 然后就可能会出现 比如这儿 这个应该是上一期的小伙伴 是po 然后他就是对ZKEVM ZKML感兴趣 然后可能找到这些关键字 就能够找到 你想要一起去做一些项目的小伙伴 你可以去问他 然后当然上面不留微信 因为这是公开的资料 就保护大家的信息 如果你想要认识某个人 你可以私信我 然后我来给你们 就是人工接洽一下 对 我们回到首页这里 然后像这边的Materials 还有GitHub Discussion 然后还有Project 我都链接到了GitHub 那个Discussion那边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 就是去那边去看就好 也就是这个页面 像我在群里面有置顶的一条 就是那个线下HackerHouse 然后同步了一个线上的Hackton 然后大家有很多的项目的idea 都会沉淀在这里面 就是单面组织大家开会 去就是把项目做了一个统一的收集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都在这里面去看 就是有什么是大家感兴趣的 看能不能给你启发 然后大家一起来去完成它 然后这一个日历页面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我刚刚说 就是每一次的回放 我都会放在这个日历的page里面 比如说我在下面去 对不起 我这边开的是一个预览模式 我就没办法操作 我会在下面去embed一个就是视频 然后到时候大家就是找回放的时候 如果在群里面就信息多了 可能刷上去了 那大家就注意用这边的日历 然后去看 比如这里 然后我已经首先去把那个 一个日程打上去了 那么到时候周期博士的分享 他的那个回放 我就会放在这个页面里面 大家直接看就好 然后这边是office hour 然后每一次都有带领的人 我都已经也放上去了 然后相当于其实在这一节里面 你遇到的问题 那你可以知道说 你可以最好去找的人 就是Harry和周期博士 去提问 然后如果这一块看懂的话 大家可以在聊天去扣个1 让我知道说 你们听到了 然后这些时间安排 都会跟着这个日历的流程来 好的感谢大家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事项是 供学点的积累 就是一共是10点嘛 然后像我们产出文章啊 产出文章 然后还有像就是 就是做分享 以及你完成你的产出 然后都会有对应的供学点 4点或者2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在推送里面 其实写的很清楚 在这里成为maintener 答疑 然后有4供学点 然后输出ZKP的学习成果 节音分享 可获得4点 这个也与bounty会有叠加 就是你既可以拿到供学点 也可以有bounty 然后你撰写分享你的ZKP 开发经验或者笔记 然后每篇也是两供学点 然后之前就有小伙伴跟我说 他不想做maintener 他可以多输出两篇笔记 那我就期待他的笔记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与bounty叠加的 然后达到10供学点之后 就会有百分之百的费用返还 然后在奖励这一块呢 然后是在这上面 感谢eStorage的赞助 感谢周期博士 然后这一次呢 就是在学习过程中 如果你有撰写ZKP相关的文章 首发到antafa labs 然后就会有 就是比较丰厚的bounty 然后在群里面 其实有透露一下 就是你可以一篇回本 然后如果你在公学社区进行 30分钟以上的ZKP技术分享 也是会有奖励的 就是像Damian上一次做那个ZKG 然后还有就是你组织同城的线下 ZK活动也会有 然后这个钱呢 其实你可以就是 就是这个能说吗 就是KZG对不起 然后组织现在同城活动 相当于就比如说 你可以把这个钱 用于大家可能聚餐 当然也可以 就是你会觉得你自己特别辛苦 那可以是你作为你自己的 作为组织者的个人奖励 这些我都是能 我们都是能接受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 是大家一定要看群公告 就我每就是因为社群里面 可能有些聊天 或者大家讨论 会把重要的信息刷上去 但是每一条群公告 我都会把时间节点 然后每一周要做什么 都会写清楚 然后再一个就是群置顶 就你可以不看群里面的聊天 但是你一定要看群置顶和群公告 就不要错过这些重要的信息 好了 今天我们的开营的 那个主流程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进入QA环节 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开卖提问 然后如果你能够 不开视频的话 当然会更好 就让大家认识认识你 笑语是不是有给他那个环节 我完全忘了你 那你来 OK我没事 好的好的 sorry 好 接下来的面给大家投屏 然后讲一下getup 问题问怎么组队 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就是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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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你手机在开屏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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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 然后我们的getup的话就是 大概是这样的就是 它有大概几个区域 对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QA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 Material 这边是分享你的一些材料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对你看这些就会有大家自发的去分享的一些 一些很好的资料 然后大家可以去选择性的看 对 然后对于 高兰蒂尔这边就是一些组队项目的一些 介绍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边发布你的项目 然后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参与到里面 也可以去招募你的队友啊 也可以去打磨你的想法 就是把你的想法类似到这里 然后大家就会对你的想法进行一些建议 批评或者是补充 这都是非常好的 就是能对你的认知 建议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然后最重要的部分就是QA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QA它 我们要有一个规范 因为有规范的话 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写明你的问题 然后梳理你自己的问题逻辑 然后同时要能让 回答者知道怎么去回答你的一个疑问的点 对 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这几个点 对 然后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议 可以及时地补充上来 对对对 就是说提问一定要 就是规范一定要全面细致 这样大家才会好去回答 然后我就这边举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这个回答 我觉得是蛮典范的一个 对这边的话就是 IKIVER这个同学 他提出了一些代码方面的问题 然后呢 可以看到周期博士这边就是 给出了非常多的一个建议 然后大概巴拉巴拉巴拉 然后非常多代码的一些post 然后也补充的点 当然有这个同学 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回复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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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 我拿这个东西做的例子 想补充一下他的微信群 问东西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 微信群 第一个是我们首先建议你把问题 先post到这个QA上面 其次微信群适合问一些比较时效性的 或者说是 你集中一些答案的时候 你可以post到微信群 然后你如果 就是说这个问题 如果也有比较强的时效性需求的话 你可以先提到QA里面 然后再把它丢到微信群里面去 add一下大家 然后大家是不是可以 帮你回答一下这样子 对 然后 以上就大概是我们Github的一个介绍 待会会把链接也都会更新到一个公告里面 大家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嗯 也 ok so 谢谢大家 嗯 没关系就是 Damiyan今天在外面 所以他投屏可能就是 看起来会比较狭窄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上Github的discussion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链接我也有贴在群公告 应该是倒数第二条 嗯对 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嗯 然后 然后 嗯 感谢Damiyan 嗯不好意思把你忘掉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最后的QA环节吧 大家可以开卖了 对大胆一点 这个时候 可以问任何 你觉得小白的问题都没有关系 哦 可以听见吗 啊可以 呃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可能第一期没有学 或者是一期没有学完的同学那个相关 然后在自己补一期的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问题可不可以也发在Github上 或者是在群里问 嗯 我觉得呃 我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先我先回答一下 就是你如果遇到问题 你可以先去Github上面看一下 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你相似的问题 你可以先搜一下 因为之前可能大家遇到的问题 很多都已经同步上去了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在补的过程当中 你把就是之前就是几期的那个 哦 录屏 就office hour的录屏 然后可以看一遍 对然后有一些问题会在上面去做了解答 可能对于你来说不是特别高效 你可以尝试开两倍速 然后你去过一遍 如果这些都不能解决你的话 你可以去提Github的 嗯 然后 然后对对对对 好的谢谢 嗯 有有有有有我的我这个回答有问题吗 有人要补充吗 各位老师或者Danny也要补充的吗 对我觉得有些问题是可以可以直接发出来的 对就是因为群里面因为应该也有很多热心的小伙伴可以帮忙一些回答 嗯 比如独行 有个问题是我们这次是跟上次一样还是跟着视频走还是说我们这次主要是跟着老师们的分享走 嗯 我们这次主要是跟着代码走就是这个那个Planxon有一个仓库 然后那个仓库里面有一些Python的代码 然后 嗯 然后它就相当于是个练习就是我们要去把里面的那些相关的部分给补全了 嗯 然后 对然后我们就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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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有分享就是 会讲些比较就是大家觉得都需要讲的东西 嗯 好好的 office hour还是在早上是吗 对周六的早上 然后有一次不是大家那个呃应该是调班 然后就放到了晚上 就是是这一次是在第二次office hour放到了晚上 就是5月6号那一次放到了晚上8点 会考虑到大家的上班时间这样子来定 我们那个代码库在哪里啊 你是说学习的代码库吗 嗯 对 嗯 嗯 嗯 我发到群里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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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嗯 然后做这些功能开发 主要是基于Cosmos 还有Goizroom 然后现在主要做那些 Live2方案的解决方案 然后之前是主要看 那个 Optimistic那种的 然后现在是应该在看 那个ZK的 应该在ZK这一块 应该简单是之前看了一些 概论或者说这些的 就并没有从算法层面去 分析过ZK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最大的障碍是各种概念 就是一些密码学的概念 如果这密码学的概念 就是一些 之前也看过一些 然后不懂的 后面就直接Google 或者ChannelGPT也搞得定 就是说之前没有分析过算法 我觉得还好 好 其实没有门槛 就是可能一期需要自己 抽空抓紧学一学 然后再跟上 对 对对对 就是就是缺什么补什么 就就好像只能这样 那你好了好了 了解了 谢谢 我觉得最大的门槛是你的时间 就是至少投入八个小时以上 这一点我也写在共学要求里面 就如果你们有认真看完那篇推送文章的话 就是下面安排的那个地方 有些共学要求 是每周至少八个小时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 嗯 引起重视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一期的是在哪里学啊 你们一直在说学一期就是是所有的一期的课都可以看吗 那些老的视频 嗯 那个你在群里面的话可以看就是群公告的倒数 就第四条呃不是倒数就是第四条就是我有把就是呃第一期的那个课程内容是zkiap的那个session一到八 然后你可以直接去看他也是公开课 然后所有的office hour然后的回放 然后刚刚有讲就是会在那个notion的日历的那个page上面 了解了解了谢谢谢谢 对对对但这个就可能你要多花时间去了就相当于这一次对于来进阶的人来说可能每周投入的是八个小时那如果你 你那些基础没有的话那可能这一次你投入的时间可能就要更多一些 对对 一期主要是讲些什么是推公式吗 一期主要讲了一些像呃用色客吗写电路 呃然后一些然后像fftmsm就是一些呃投员曲线 嗯还有包括呃zkiap的一些基本最基本的概念就像刚才杨先生说的那个 那个哈密顿环路嗯是一些比较还算是比较基础的东西 关键就是一期里面有有大家会写一些色控的电路 可能说呃参与过参与过参与过一期并且完成作业的呃同学可能对电路本身可能有是有稍微深一点的认识 就是说如果呃你可以去把那个一期的课程里面前呃第一节大概去写电路的部分 因为也有些作业可以试着去完成一下 会会很有关注的 了解了解谢谢对也花不了太多时间对也很方便 呃哈喽呃我有呃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我看到共学现在的课程主要是在 呃就二期的课程主要是在就是丛林搭一个呃proving system 但是就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呃有没有老师会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呃市场上流行的呃就是呃 相关的供应链链就是呃比如说我知道的是从呃Iden所以开发的Circom 然后到现在这个开始的呃Plunk从去年开始release出来 然后那个Polygon Lab他们也也搞了一个Plunky 呃就是有没有有比较熟悉的老师能够点评一下这些不同的生态的就是有缺点以及说是呃怎么样去选择 因为我我我看大家好像也是呃对应用开发的关系关关关心会更更多一点就是我从大家的那个作为介绍里看到 嗯嗯嗯OK就是呃就是呃就是呃我们这次共学的是一个呃是一个呃是一个比较toy的Plunk 然后他本身这个代码库也是呃Linux Park社区和以太坊以太坊社区的人呃就是开发者 他里面的人也都是Hello2的开发者所以说呃是一个很小他专门用来教学的一个一个小系统 然后本身他里面也不考虑性能呀有很多很很tricky的那些优化也都没有就是他本身就是用来学习的 所以说他还是简单讲话不少啊工业界就是业界的话Plunk的版本相当多 因为因为Plunk本身是一个定制化啊就是特别异于定制化 而且嗯Plunk在定制化之后明显性能会好很多 所以说几乎嗯很多团队都有自己的Plunk的实现 但是除除此之外就是一个例外就是Hello2的有一个以太坊基金会维护的一个版本 就是一个特殊的Hello2版本啊 啊那个可能是如果对叫PSE Hello2 然后你嗯就是如果你要是只选一个的话我建议可以可以看看那个 嗯然后Plunk2啊因为嗯是带了一层低龟的广门 然后他里面用到了什么Goldilocks优化比较比较比较有意思的优化手段 就是差别还挺大的 然后像像还有像Espresso有呃有一个实现叫Jellyfish 嗯然后它上面嗯嗯 它除了Plunk这个实现之外还还会在上面做Hyperpunk就是嗯嗯嗯 所以说有很多很多呃可能越来越多就是对Jellyfish 嗯所以说我我觉得就说嗯但每一个系统其实都还挺复杂的 所以说很难去全部过一边对对对 他就是跟你的需要 之前也是听听一些其他朋友说好像确实是每个团队有自己的呃就是自己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团队就会写自己的证明系统 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老师有没有推荐就是就是对我们这种应用开发而言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呃好的就是呃 community去去去去做就是应用层面的FAQ的因为我会发现就是呃就是现在因为电路开发比较少嘛就是你问一些比较对具体的问题的话其实是比较难找到 然后我我我其实加加了一些就是有些生链接就是比如说呃Zcash他们自己有有有有有一个有discord的但是就就就就但是他们discord的只会呃 因为他们开发也比较少比较忙的话他们主要只会回答就是你如果呃对他们proving system有些呃提8个的话他们是会来回应但是你如果是比如说是我要用个psidon hash他们就不太不太会来回应你那呃这边就是资料的查询上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就加gbt就是呃其实也并没有很好的能回答这些小众问题对 呃就是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支持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呃就是为什么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plankap商是就是因为的planker定制性很强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采取定制就是呃所以说如果你从应用层开发的话你可能也得根据自己应用程序以应用程序你需要所需要的电路里面你需要哪些什么 custom gates你你更在意prosize 还是更在意什么就是 然后就是多少多少少也要做些地理的话 但是基本上可以优先考虑一下海洛兔 但是海洛兔的使用文档也很少 然后但是它现在是最活跃的 就是技术发展最活跃的分支 因为以待网基金会在推 在背后推 所以说你要是没有选择的话 可以先看看海洛兔 但是入门就还是先比较陡峭 另外一个就是每家写电路都不一样 就是不同的Plunk实现 它的Plunkish的那部分 好像接口都长得不太一样 然后现在有些团队在做上面的那个电路的变成语言 但就也很多种 就是语法什么都完全都不一样 Library可能都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没有什么成熟的Library让你掉 所以说现状就是这样一个 就其实现在是一个 是一个春秋战国阶段 就是看不出来有哪家的能够能够大了之后 大家可以简单一些 然后文档更丰富一点 现在可能各家的都都没什么文档 对就看它的code 好的好的好的 非常非常感谢就是郭宇老师 对我稍微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我其实就是之前学过Hello2 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有团队想在Hello2上面再去投一层DSL的话还挺难的 因为Hello2本身暴露了太多太多细节 然后他本身也是用RAS搞 反正就特别淡淡 对呃现在现在有一个项目叫去Keto去Keto 就是已经在试图在做就做这件事也是PSE的一个项目 你能你能拼一下那个那个那个名字吗 我我会去看看谢谢 嗯OK 就是在在打打一下那个呃名字 我或者你你pronounce一下 我来 嗯谢谢 我发到那个那个发到那个聊天窗口里 好的呃看到谢谢 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要提两个问题 呃呃可以就是时间差不多 然后那就你的这个问题就作为最后的问题吧 然后如果大家带个问题的话 可以就是在社区里面提问 或者就是加我微信 然后就是我这边来代为呃转答好吧 嗯好的好的 尽量简短一点 就是刚才老师讲的 这个是咱们共学的第二阶段 那第一阶段的这个课程可能还会再开吗 啊这就是你说基础类的吗 对对对 呃应该会交替者开对 但是就是这个的话就是我不能一口就是说到时间这一块就可能还没有确定 但基础和就出阶然后进阶和高阶应该会就是轮替 啊好好那那我们这个后面可能在可以在听不懂的情况下可以再报那个基础的课程吧 可以的可以的 哈哈哈好的好好好 自我这样对对对对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做那个视频的知识的分享的博主 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在视频内容里面我不知道能不能引用一些我们上课的一些内容啊 你相相当于做一个正面的宣传吧 这个可以吗 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哦这个问题你问我就好对可以的好的 嗯好好谢谢你嗯嗯嗯嗯好的然后就是呃那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我我我还是漏掉了一个maintainer 我有罪然后发了一个他的自我介绍到那个就是嗯聊天区 然后然后然后刘堪老师也是上上一次就是回本了的嗯小伙伴对就必须Q一下他就是他在GitHub上面帮人答应然后得到两个answer的然后在那个most helpful然后那个榜单上排名第一对对对对对 然后简单Q一下然后那我们今天呃的那个就是嗯开营就这样结束了然后感谢所有的嗯发起人嘉宾和maintainer的参与还有所有小伙伴的参与 然后如果大家接下来还有问题的话就发给我发给我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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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大家